蓝旺鸡故意低头 脸凑过去 铃声更清晰了 从小书包里传出来 蓝旺鸡 宝宝 你 你拿了爸爸的手机 小家伙一脸天真 甚至有些小骄傲 承认得很快 是的呀 叔叔 坐车车要钱 爸爸的手机可以付钱 蓝旺鸡用力闭眼 深吸一口气 他真真是 被人打破了 想得挺周到的 宝宝 你这样爸爸会很担心的 知道吗 他把人弄哭了了 蓝旺鸡尽量控制自己的语气 一只手以快速拉过了桌上的笔记本电脑 在搜索网页上 找到了医院的热线电话 只是一只战线 蓝旺鸡太急 脸部神经不自觉就绷紧 唇瓣也抿得紧紧的 小家伙捶着脑袋 眼泪趴趴往下掉 只是蓝旺鸡的注意力 一直在电话上 一时没注意 你好 我叫蓝旺鸡 请麻烦转告你们外科部的魏无羡医生 他的孩子在我这里 让他不用担心 我会把孩子送回去的 请务必转告 孩子是偷偷跑出来的 他以为孩子不见了 肯定在担心 谢谢 挂针电话 蓝旺鸡还觉得自己在做梦中 一想到 小家伙在来的路上 但凡遇到一个心术不正的人 后怕 耳边传来一声哭嗝 某人才回过神 小姑娘 掉珍珠了 小脸蛋上挂着几滴泪 已经都哭湿了 蓝旺鸡顿时手忙脚乱 宝宝 你哭什么呀 叔叔没有骂你 呀 别哭 爸爸担心宝宝 一定很难过了 小家伙抽气着哭诉 蓝旺鸡 你还知道呢 不难过了 爸爸知道宝宝没事 就不难过了 放心吧 真的吗 大眼睛含着泪 可怜兮兮的 蓝旺鸡取起手指 给人擦泪 温柔道 真的 你告诉叔叔 你要办什么大事呀 某人总算是有心思关心这个问题了 就是叔叔和爸爸和好的大事 叔叔生气宝宝 不要生气爸爸 好不好 爸爸生病病 是因为宝宝跑到水里去玩 爸爸担心 小家伙顿住了 然后的是 他好像也没看懂 爸爸在水里找什么东西 哦 对 找戒指 然后叔叔突然出现了 一下去找戒指 找着找着 吵架了 爸爸吐血 哎呀 好乱 大人好复杂 为你吸皱起小眉头 管不了这么多了 反正道歉准没错 叔叔 宝宝说对不起 你就别生爸爸的气了 好吗 男孩子 要大肚一点 蓝旺鸡 你爸爸也是男孩子 你咋不叫他大肚呢 叔叔 小家伙说了这么久 叔叔还是皱着眉头不说话 他急了 小胖手握住人的手臂晃压晃 蓝旺鸡无奈 轻声回道 叔叔和爸爸不是生气的问题 也没有生气 叔叔有叔叔的事情要做了 爸爸他 也不需要叔叔了 不是的 小丫头摇头 叔叔走了 爸爸可难过 哭哭 不想吃饭 瘦得像个猴子了 蓝旺鸡低着头 满腹的酸涩涌上心头 他无法伪装 听到某人过得不好 他心里 比自己痛苦还难受 可是 回不了头 蓝旺鸡承认自己小气 他不介意他有个孩子 却介意那个人的心里还有别人 甚至 也许那个人在他心中的位置 远远重要过自己 卫英找遍了医院 也没找着人 正要报警时 收到了同事的转告 他是心急责乱 就应该想到手机可能是被小家伙拿去了 给自己的手机打电话不就找着人了吗 挂在半空的心稍稍落了地 一个三岁不到的小丫头骗子 一个人 从医院到某人的公司 开车也要至少半个小时 他是怎么去的 有没有受伤 架不住心中的担心 卫英还是用座机拨打了自己的手机号 此时 小家伙还赖在蓝旺鸡的怀里撒着娇 要叔叔原谅爸爸 蓝旺鸡束手无措 不知道该怎么跟人解释 才说得通 他又不像魏某人 能编故事 把死的说成活的 桌上的手机响起时 两人都吓了一跳 蓝旺鸡叹薄瞄了一眼 一看是座机电话 马上就想到大概率是某人了 浅眸微闪 最后还是把手机拿过来 递到小家伙的手里 爸爸打电话来了 你接 魏面熙 我看起来像是不怕爸爸的人吗 小家伙第一次觉得手机烫手 叔叔 我 怕 蓝旺鸡额头黑线直冒 你现在知道怕了 浅眸紧盯着手机闪烁的屏幕看 心里好几个声音在吵架 一个说 不是想人家吗 人家主动找上门了 还不敢紧接电话 听听声音也好 另一个说 人家找的又不是你 打自己的电话 明显是不记得你的号码了 人家就是来找女儿的 还有一个声音说 分手了 接个电话都不敢 是心里有鬼吧 说白了就是放不下 人家心里都没你了 你还矫情个什么劲 最后蓝旺鸡背后一个声音激起了斗志 只是按下接听见的手机 还是微微颤着 喂 宝宝 熟悉的声音 叫的却是宝宝 蓝旺鸡心一沉 止不住的失落 小家伙紧张的大眼望着蓝旺鸡 四再说 叔叔 你说话呀 是你接的电话 不关宝宝的事 他在 安全 没有受伤 严谨一概 电话那头 一时也沉默 其实 卫英打这个电话 就有想过是蓝旺鸡接 也许 他心里 也是希望接电话的那个人 是他吧 只是熟悉的声音传来 一度让他有些恍惚 蓝旺鸡说完分手后 第二天就匆忙搬家了 卫英心里很难受 某人一定是不想多看他一眼 所以才迫不及待离开 我 不好意思 麻烦你了 你把地址告诉我 我去接他 你让人把他送到楼下就行 不好意思 麻烦 送到楼下 魏无羡 你是懂得伤人的 且谋闪着几分苍凉 男人在开口时 忐忑被清冷取代了 不用 宝宝是来找我的 我会把他安全送回去 你几点下班 莫了 多问了一句 我今天六点下班 好 一个字 明显是不想再多说了 魏英黯然道了声再见 便挂了电话 有个人 我会把他轻转 都好 自然的 放在哪里 将长监 我会把你切进前 脱车